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迅速的下杀 几乎杀到盘下 再迅速的拉抬 那么尾盘 一高压力盘买盘在尾盘 尾盘就拉抬 从一点拉到一点三十分 但是贵买的部分却是开了一高压力盘以后 虎头蛇尾 十点以后就一路的盘定 我跟大家讲说贵买非常的重要 贵买是人气指标 贵买今天的收黑 以至于造成指数没有办法跟美国一样的大涨 今天主盘的上市的部分是涨了三十五点九五点 收在一万零九百一十五点 这个优创新高 前波的10882过了 我老早就跟你讲 会互置上一次一样会过 那成交量萎缩到1367 表示今天的买盘比较不济 很明显大家还是 这个基高看起来也会怕嘛 联系长八天了嘛 那明天迈入第九天 这里的压力会慢慢的出现 会类似我前波段跟大家讲过 会copy这一种形态 再走入一个盘整的格局 这个一样 但是它这一次的底比较厚实一点 所以它在上面的一个盘整的过程里面 会比较比那边来得强 那很明显在没有跌破五六线以前 我们还是仔细地看多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技术指标是有超买的现象 那超买的现象要化解的话 这个盘中会化解 那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我们不要随便去追 去追的话当然是有风险的 不是没有 就像你今天假如是去追的话 跪买的话 你在底部没有买 你去追的话当然是有风险 是不是 那跪买指数今天的这个外资这一方面 都有做卖出的动作 也就是说今天很明显嘛 是有人在偷跑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谓牛市不言鼎 熊市不言鼎 这一句话用在美国股市最为恰当 用到我们这边还不见得恰当 用在美国真的很恰当啊 走礼拜五又涨220点 你会想到吗 不会想到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牛市不言鼎 熊市不言鼎 那今天的三大法人 在现货市场 他是在这个主板里面 就是上市的部分 外资是买了50.09亿 投讯买了9.44亿 自营商避嫌的部分 卖了5.32亿 自营商本身买了5.18亿 总共买了19.4亿 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 华人还是直系的看多 追高 那在贵买的这边就没有了 贵买这边外资是卖出的 5.04亿 投讯买了1.86亿 自营商卖了5.24亿 总共卖了8.43亿 所以我们从贵买那边可以看到 卖盘来自于华人 跟华人的周边是非常的明显 有些股票是会跌的 所以这里显谷不显示 你要注意这个特点 那外资在 奇卧市场今天是还手 砍出了2023 因为面临了10900 这个指数的关卡 那当然是也会砍出来 在目前是49674口 这里要拉上去一定要右空 够四才会给你揉 不然这边要直接揉 因为连巴红了 连巴红的话会产生 这个炸死然后再拉 还要右空才有办法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从结构上来看 这一次的结构来看 电子股是吃了大龟 电子股没有创新高 电子股因为受到 这个台币的升值的关系 汇损来干扰 还有12月份的业绩不佳 像今天的大立光业绩 就是衰退了10% 它就大跌了 跌破了4000点 4000 对不对 那台积电是涨了两块 你看台积电涨两块 总共涨了35点 台积电就涨20点了 对不对 那你说才15点 要那么多股票去分 当然是怎么样 跌多仗少了 很清楚的 那我们看金融股一样 可是金融股今天是涨了一个百分点 金融股是涨了 表示怎么样 国内的资金在避险的部分 闯关的过程里面 要传10,100点 是用金融股的力量 跟传产股的力量把它压上去 电子股比较不可靠 原因就在这边 灰晶电也是一样 从结构上来看 还是在做创新高的现象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所谓炒股要炒强 买股要买领头羊 就是告诉各位 你要买强势股 不要买弱势股 我们从基本面显股 技术面切入 从马面这个检电跟消息面的验证 来做好股票 我给你当电子股你就要买这个 细经研人工智慧5G 上个礼拜是5G 今天是人工智慧比较强 尤其静电的部分 我告诉你的技价今天又创新高 对不对 我们低档买进 沿路的坐上来 基本从核心子股来回操作 这是技价的部分 字眼也一样 我跟你讲56块 附近就是买点 今天打到56块 迅速的拉台说60块 这个拉回可以注意 拉回可以注意 那创意 基本上因为到300点 它就有压力 300块就有压力 那拉回要买再买 基本上到五日线附近 他说275块附近 到270那边都是可以买点 那还会再上去 拉回再上 红极就我告诉你了 这个就是PC的 这个所谓的CPU跟GPU的问题 像我们AI金头脑的会员 都买在第一档 都买在第一档 都可以说AI金头脑的 我都有带他们买这一档股票 都有赚到钱 那红结科 红结科这一部分 我跟大家讲 这个头这么大 你这样要过去是不可能的 那等到拉回破70的话 你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还是有行情 将来有行情 不是现在 那我们操作股票 就是要显好股 你看维星又供到90块4 这是前波的高点 维星从70块 你看短短几天就供到90块 因为技嘉涨了 它跟技嘉的道理是一样的 CPU到GPU 然后到中国大陆去更营 这个原因数 这个拉回都可以注意的股票 好股赚万天 坏股没明天 显对股跟显对人差很多 中美金盘整 盘整完以后它会再涨 因为它一定要化解这些卖压 你这样上去不可能 一定这边你看盘这么久 那你这边才盘几天 所以这个拉回都可以注意的股票 我现在所讲的比较长线 细经验的部分 那智邦就是今天就拉回了 拉回你要买再买 但是基本上 它不排除再回测到 会破120 会破120 到115左右 郑文联系拉了4天之后 第5天遇到压力 到32块半 那回来 这个看这个跳空缺口有没有补 那它五日线现在是28块6毛 那假如回到五日线也是可以注意 这就是股票的特色 你有学过我258理论 你看到这32块半 你能不能追 能不能追 我告诉你不能追 32块是压力 到32块半就回来了 现在回党 回党守30 再来守28 就这么一回事 股票就是这么一回事 中信金很强 今天你看公到21块5毛 我说20块占纹就是光22块 22块才会遇到压力 这是我演讲会 我也感谢大家 这次演讲会 对我的盆长跟爱护 我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么我一定会很努力的 把带会员来大赚钱 2018年是黄世民的人 我一定会带会员 好好的赚一票 赚一整年 股强金今天做拉回 破了五日线卖压出来 因为今天有利空 今天它是公布了12月份 这个业绩只有3.01亿 其实也不坏了 这是摔退了三个百分点而已 但是股价就反映出来了 因为这个就是股票筹码 比较乱一点点 等到回来以后 这个都可以值得注意的股票 基本上它的现行都还没有破坏掉 只不过这个就是怎么样 筹码稳定它就涨得很快 从而没有稳定 它只要稳定度够 它就会再继续涨上去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股票 那我们技嘉 你看我们前波段的手操作 就是一步一脚印的 48块附近买 对不对 那沿路的坐上来 你看这些股票都是我们在12月份做的 12月份很多人赔钱 我们都扳回一层 还是赚钱 那买路靠信心 植股靠耐心 卖出靠结心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方法 我们投资组合 像前波段我们操作的台办四星都大赚 那卖完以后 我会再考虑说介入不介入 因为这一次 半导体这一块我比较没有介入 台办跟四星我比较没有 我介入了创意 这就是悬股上非常的重 像京店我卖完了 我就不买了 3613块卖掉我就不再做了 易龙店也一样 自研再回来 上证我还没有回来买 就是高档卖掉 我们就是核心之谷来为操作 黄世民五大保证 绝不宜主力挂工 买卖无党股票 待进待出 颜色停足 眼泥套老 多空欺世 不做十多头 这是黄世民跟大家讲的 我们的演讲会 有一个优待办法 一加二加三 因为你可能比较没时间来 没关系 你把电话拨通 来参加一加二加三的 这个整年度 让你赚得宝宝的黄世民 我们很高兴的 节目到了尾声 祝大家明天操作 顺利赚大钱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